在東內有一種可怕的 醬頭巫術叫做精血醬 顧名思義是利用 女性生理期間的血液 攢雜動物血 經過黑巫師念咒 做法而成 據說只要攢一點點 在食物當中讓人吃下肚 就可以讓對方失去意志力 甚至對下降者言聽計從 真的嗎 我們找到一位曾經 試做過精血醬的當事人 來聽聽他的親身經歷 面舟 倒醉 火化 陰暗的寺廟裡 印尼黑巫師正在進行一場 傳說中的神秘醬頭巫 而一名女性徒就這樣 肆無忌憚的在巫師面前 敞開雙腿 而師父在施法時 一定要在女士主經期來嘗嘗 這件黑巫師取下女性的 新鮮精血之後 當場加入雞血以及青蛙血 接著擴著石油一起混合攪拌 經過一連串的念咒 才形成這黑濁濁的液體 消心意義地存在玻璃罐當中 據說只要摻一點點在食物當中 讓人吃下肚 對方就會對你言天計從 毫無反抗能力 而這種神秘的醬頭術 不只在印尼 香港也很盛行 不止於你 回來 我們走下